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南非这过去30年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暴乱的事件 那么总统也出来致辞 甚至就出动了军队这些的 那么还好就是这个情况很快的得到了缓解和得到控制 那么现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相关的后续的索赔 特别在德本在Koronatao他们这些的公司行号这商家 那我想就是借这段时间我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暴动险要怎么样去来进行索赔 那我们也听到了昨天晚上呢 总统Raposa他也在这八点半的这个family meeting致辞当中呢 也说到了这个尽快的协助这些受损的这些的business来索赔 那总统也说到那么就是如果说是有保险的这些的business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透过这个Cesaria 那透过的保险公司来协助他们来索赔 而且总统也说要Cesaria能尽快的来理赔 那么至于没有这个保险的呢 那就是有政府的机制 那现在还在商议当中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的这些受创的企业来重建他们的business 来再次能够来恢复 而且能够再次的提供这些他们所雇佣的人呢工作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很高兴那么我们的公司 我的同事李肇明先生 叫英文名字是Edmond 他是我们公司负责这产物险 高端的产物险客户的经理 那么他在这个产物险行业呢 有多年的经验 他是有MBA 曾经在这个Suntime南非最大的产物险公司 以及这个Momentum 曾经有多年的这工作的经验 对于产物险这方面 很多的这个细节还有这个流程 他非常了解 所以他将近三年前加入我们公司 成为我们公司重要议员 特别来服务我们的高端的产物险的客户 那么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有关于这个暴动之后呢 该如何的索赔 那要怎么程序啦 能够怎么样来帮助大家 那么Edmond很高兴今天早上 你这个博控 那么我们大家来探讨这个事情 那首先我想要请问你 暴动险在南非呢 叫做Cesaria 特别很多的在德本的企业 这些老板们 他们想要问到说呢 该怎么样来索赔 能不能请你来解释一下 好的 谢谢Kevin 其实这个Cesaria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暴动的一个基金 它很有趣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公司 它特别就是为了这个暴动险啊 暴动的这个风险去建立了一家公司 所以基本上客户的保险合约上面 都会有包含这个Cesaria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要看一下保险合约上面 有没有这一排 这一排通常都是在比较不显眼的地方 可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它的保障呢 基本上跟你的火险 还有你的这个利润损失 或是你的刀切险是做一个 它提供的保障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保的火险是一千万 他们也会相对的在背后提供一千万的 这个暴动保障 那所以呢 基本上它保障是这样的进行方式 它索赔的方式也是一样 没有跟一般的索赔程序不一样 所以比如说客户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暴动的事故 第一个就是要通知保险中介 一定要30天内 越快越好 30天内 30天内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一种大型事故 因为数量很多 所以越快通知保险公司越好 因为我们是说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要排队的 对 那通知了之后 那保险公司也是会聘请这个独立的评估人员 那这个评估人员有两个工作 第一就是他要确定这个事故的一些细节 第二就是确定你的损失的金额 还有你提供的这些文件 是否跟你所有整个事故的细节是否一致 他们就会提出给保险公司一个赔偿的一个建议了 那这一个 所以从这个通知保险中介到这个评估人员 然后他完成报告 然后就给保险公司一个报告 然后保险公司之后 就是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个决定 那如果所有资料都齐全的话 那这个程序也不会说太久 好 好 那谢谢你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 当然就是说 这个要申请索赔的话 保险公司一定要这些相关的文件 企业这个business的话 他们要提供什么来作为这个索赔的相关的这个文件呢 这个supporting document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在对于这个财产保险 在索赔的时候 他们就想确定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说proof of ownership 这是你的东西 它是曾经是存在的 第二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 OK 那如果对于一个商业的一个客户来说呢 这个就是你的公司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你买货 卖货的记录 或是一些发票 或是你的财务报表 那所以呢 这一些文件 根据南非的法律 也是要保存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客户遇到火灾啊 可能很多文件都不都不见了 是 那我们都会建议客户 因为现在技术也是很发达 所以必须要用一些方法 要保存这方面的记录 不管是点货的记录 还是发票 那些都要保存好 因为索赔的时候 这些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保险公司的一般的态度呢 就是说如果文件真的不齐全的话 正常来说是不会拒绝所费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金额上面 会有一个争议了 因为如果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证明 那你怎么可以说 你肯定说你这个东西是多少钱 所以在文件方面 做一个备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文件的这个条件 也是要达到南非的 我们说这个算是税务局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的发票上面要有什么样的资料 比如说买一家 卖一家 日期 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文件的话 但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客户可以从这个CCTV的这个 这个录影当中能够显示说 他之前在暴乱之前有这样的仓库 有这么多的货 那因为一局一把火烧了 或者是被抢了 那现在的话呢 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证明呢 可以的 现在技术发达 任何证据都是一个证明 只是看你的证明有多有力了 那如果你有正确的文件 那很有力的证据 那他的索赔 索赔速度还有金额 就会比较快 比较准确 那如果只有上CCTV那种footage 那可能就会 这个中间的协调就比较久了 好 那Edmond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索赔 假设说呢 这个客户呢 今天他提供了 这个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也帮客户呢 就递上去给保险公司啦 然后跟保险公交涉 那么差不多多久时间 这个因为从保险公司 他还要去提给这个Sestria 那虽然说总统这样的说了 那但是你觉得这个流程会要有多久 那之后索赔才会下来呢 我估计要三到六个月 哇三到六个月啊 那挺久的 对对对 因为是数量的问题 因为突然间这么多索赔 然后而且在同一个地区比较多 那所以那个评估人员 他们可能就是人手就这么多嘛 所以要估计要三到六个月 如果那个文件是很齐全 或者是这个商业的模式比较小 那会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对我们一般的保险 比如说那个火灾保险索赔都可能要两个月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到三到六个月 尤其是如果你有这个利润损失 这个business interruption的保障 那整个索赔就变得更复杂 那他们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 是 Edmond你刚才提到这个business interruption 这个要看那个当时客户的选择 那其实Sesvia它就提供这几个范围 暴动火险 然后暴动后的利润损失 business interruption 然后还有汽车 如果汽车是因为暴动而损失 那这个也有 最主要就是这三个范围 那所以如果有 你本身的保险合约有这几个范围 那Sesvia也会同样的提供这样的保障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上个礼拜我好像听到说 有一些保险公司就可能会拒绝理赔 因为他们说这个是抢劫 这个不是暴动 他们说是rooting 是进去偷了抢了 而不是这个暴动 虽然说我觉得这个理由就太牵强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个整个社会上的舆论等等的 那的确就是因为一开始 就是那时候因为前总统朱马 被关到尖道里 然后就是开始的就是示威 然后就演变到暴动 然后人就进去了 趁机就是趁火打劫 去抢了去偷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你认为说保险公司会到时候呢 会用各种的方式理由 然后说这个不是这个Sesvia 这个不是暴动 然后呢 你这个是被偷了 这个跟这个保险没关 那他们可以这样子的理由来拒赔吗 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争论 那Sesvia保险公司 他们的说法呢 是说这个 他们这些暴徒 他们做事情的用意在哪里 他的intention在哪里 那严格来说 looting就是说 一群人就冲进去 然后要捣乱 然后把整个地方用乱 然后也有趁机偷了 或是抢了一些东西 可是呢 现在有一些事故 就是完全就是趁火打劫 他的用意就是要去抢 他不是要捣乱 就是趁了这个机会 可能很多警方的资源 都已经派去了哪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有一些歹徒 他们就出来抢劫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还是一个灰色地带 那我们能提供给客户的建议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保险 必须要有这个盗窃险 万一Sesvia 他们不认同这个为 这个looting 他们不赔偿 那你还有自己的保险合约 这个盗窃险 去给你一个保障 然后这个盗窃险的保障 那个金额也要 也要考虑得很清楚 尤其是如果是客户 在风险比较高的地区 可能之前有发生过暴动的 那就是要考虑提升 提升这一方面的这个保额了 好的 Edmond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呢 看了这个视频的人之后呢 还有问题 想要跟你联络 他们怎么跟你联络呢 他们当然可以 打我们公司的电话嘛 0116581333 或者直接发email给我们 好的 那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们公司的电话 0116581333 那如果是中文的话 你可以按选项1 然后之后的话选项3 就接连到我们的产物贤部门 那就是Edmond可以来为你来解答 那另外我们公司的这个email呢 是serviceatdevice.com 那我也会在这个下方的这个留言呢 也会说明我们公司的这个email 那么如果说你有我的这个微信啊 或是我的whatsapp的话呢 也欢迎跟我联系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暴动 这个有关于这个暴动前索赔的问题 那么你可以跟我联络 那我可以之后呢 把你的联系方式呢 就转给了李先生 好 那谢谢你的观赏 下期见 拜拜 拜拜